大约在0403之前 我们这个水位满过来的时候 可以淹到那个寒香上面 那么这一个月来 几乎海水都没有办法涨到上面 所以可以看到上面的贝壳已经开始在白化 就表示它有长时间没有吃到海水 所以表示我们的海水水位没有办法拉上来 所以上面就产生有白化的现象 地面变抬深了 所以海水没有办法涨上来 不能说是海水下降 因为地球上的海水水位是一样固定的 地震以后我们这个地区有发现地壳有台深 根据台湾大学他们的地质研究的人员来这边出测的话 预估大概是在40几公分 那么以我们上下船来讲 早期打下去的阶梯跟船的上下阶梯 基本上这已经是很勉强 尤其是在退潮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勉强 如果说地壳在台深40几公分 我们游客上下船本身就会出现问题 另外一个以华天港 现在我们这个渔港区跟我们山港区 是经过那个堤房的缺口出去 那个缺口在早期失作的时候 它是整个堤房中间切开 那底下还有横梁存在 那这个横梁在我们早期的这些船只进出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紧了 那么如果说这一次的地壳有这样台深40几公分 我相信在大潮的时候 这些船只出去一定底下会卡住 所以可能会非常危险 这个地方可能我们游客单位 可能要先赶紧来先做一个预防性的措施